大家好,我是本期新闻众草官于战义 三孩生育配套政策最近不断出台 不知道屏幕前的奶爸奶妈们是否有所心动 都说生娃容易,养娃难 的确,仅在公共场所给小宝宝们喂奶就是件麻烦事 好在为了让妈妈们告别在公共空间喂养的尴尬 近年来各地陆续在公共场所投放母婴关爱室 并不断提高标准 比如,北京市就对411个公共场所母婴关爱室条件升级 除了配备了电源插座,专用冰箱,温奶器这些之外 还要定期统一配送除奶袋,奶具清洗剂的日常消耗品 周到的考虑健全的设备 为妈妈们描绘出一个母婴关爱室的理想模样 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有时候理想很美好,现实却很骨盖 一些母婴关爱室离达标还有一定的距离 有的母婴关爱室设备简陋,有的卫生不过关 遭到妈妈们的吐槽,还不如盖一块哺乳精来的方便 更有甚者,因管理不到位 母婴关爱室甚至变成了吸烟室,打牌室 别说是哺乳期的妈妈们不会进去,换作是很多成年人恐怕也会望而却步 总的来说,相比于原来在公共空间无处未养的尴尬 母婴关爱室的设立已经迈出了一大步 但是空间有了,标准有了,怎么把母婴室用起来,用的好 还需要更多的细化落实措施 尤其是现在步入三韩时代 只有让母婴室真正见好,见成妈妈们真正需要的样子 才能为她们撑起一片暖心的空间 才能让妈妈们真正告别在公共空间的未养尴尬 我是这期的新闻种草官,我们下期再见